美股波护二阶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股市传说 叫做Santa Claus Rally 圣诞老人声浪 说的是美股到了12月的最后几周 一般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 数据表明 在过去60年的时间里 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 12月份的美股都会大涨 很多相信周期理论的投资者 也都会将资金堵在这美股的最后一个月发力 希望能在年底好好吃顿饺子 那么今年的12月美股 会不会像多数情况下一样 有一个大幅的股价增长呢 美头军认为 今年的情况会比往年都要来得复杂 2020年注定就是一个 发生什么都不会让人惊讶的年份 刚刚过去的11月份 在疫苗的利好下 罕见的成为了1987年以来 美股最好的一个11月 那会不会留给12月的燃料 已经不多了呢 现在在市场天平的两端 一边是愈演愈烈的疫情对股市的威胁 另一边则是罕见的经济恢复速度 在过去也许你压队一边 就几乎肯定能赚钱 而现在的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在美头军看来 即将到来的12月 正是这两股力量决力最激烈的时候 也将是市场天平晃动最剧烈的时候 而我们作为投资者 最好的选择也许不是选边站 而是稳稳地站在天平的中央 任由事态发展 咱们都能踏实赚钱 今天美头军就给大家介绍两家 站在市场天平中央的公司 这两家公司同时也是我自己长期持有的股票 也算是把我在之前一期视频中自己挖的坑给填上吧 在介绍这两家公司之前 美头军想跟大家分享一件 我自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 开设美头这个频道以来 美头军对自己的定位和目标 一直都是做华语最好的财经知识类频道 在我看来 好的投资者不仅需要优秀的赚钱技巧 同样还需要不停地在生活中汲取养分 不断获取知识 提高修养 而阅读正是最好的提升自己的手段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 在今天我创立的美头思想读书会 终于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在该读书会中 我会在一年的时间内 带你们读完100本我精选的不同领域的好书 每一本书我都会进行深度拆解分析 梳理该书核心内容 案例和要点 在15到20分钟的音频中 为各位看官呈现出来 并且每一期的内容 我都会根据书稿制作相应的思维导图 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全书内容 希望美头思想读书会 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来提升自己 同时我会亲自为大家阅读 对我的投资体系帮助很大 以及我本人非常感兴趣的书籍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拉近我和你们之间的距离 现在用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或者点击视频简介 及置顶评论中的链接 即可加入美头思想读书会 期待能在美头思想读书会中 再次与你们相遇 今天具体介绍的第一家公司 为Galman Sachs高盛 股票代号GS 高盛是全球最著名的投行之一 其业务主要分为四部分 投行业务主要负责公司收购 发债IPO等一级市场的业务 国际金融业务 其包括国际市场的债券 股票货币等的交易 资产管理业务是针对大机构的金融服务 财富管理业务 则是针对公司及富人的金融服务 美头军从两个月前 就不断在视频中表达 我认为银行股将是美股的下一个机会 而高盛则是我在银行股中的首选 至于原因 我会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一一解答 要想弄清 为什么说银行股的机会即将来临 首先我们就得清楚 在疫情中 为什么银行股所受的冲击如此严重 在大盘今年已经上涨16%的情况下 银行板块整体 目前仍有17%的跌幅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目前低利率的环境 银行的主要收入就是利息 利息低了 银行的收入自然受影响 第二个原因 是疫情导致很多公司不能正常运营 投资者担心 这些公司在银行的债务可能会违约 这将使银行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第三个原因 是美联储为了确认银行有复苏的资本 限制了银行的股票回购 及股息的发放金额 像高盛 以前每个季度都有10到2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今年除了第一季度的19亿美元股票回购外 便再无股票回购动作 在所有这些不利因素下 银行板块整体的下滑也在情理之中了 那为什么说高盛将是银行业中的佼佼者呢 我们用数据说话 高盛营收占比最高的国际金融业务 在今年第二季度实现总营收45亿美元 较上一季度增长了49% 而且是近一段时间以来表现最好的一个季度 资产管理部门实现营收27.7亿美元 同比增长71% 投行部门实现营收20亿美元 是该部门历史第二好的业绩 几个简单的数据 我们很容易能够看出 作为银行板块中的一员 高盛不但业务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反而受到不小的促进作用 这背后的原因很残酷 与08年那次金融危机不同 那时受冲击的多是大机构和富人 而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 是中小企业和穷人 而高盛的客户几乎完全集中在机构和富人中 他们不但没有受到疫情的多大影响 反而占了不少便宜 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 使得大量资金流入股市 股价飙升 这让富人们的资产更加快速的膨胀 也有了更高的资产管理需求 另一方面 市场的大幅波动和后来股价的快速回升 又使得股票和债券的交易需求斗增 同时二级市场的狂欢 也蔓延至一级市场 今年的IPO数量 有望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新发债务量斗增 打两公司并购扩张业务 高盛作为行业的领头羊 从中获利颇丰 至于利息对于高盛的影响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高盛的利息收入的确在疫情期间大幅下降 从原本每个季度的50亿美元左右 下降到今年第三季度的30亿美元 然而有趣的是 作为一家投资银行 高盛的利息支出同样是很庞大的 低利率的环境也使得高盛的利息支出大幅降低 如果我们仅看净利息收入的话 高盛今年并没有多大变化 那么问题来了 看似是疫情受益股的高盛 为何股价却一直表现低迷呢 我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是 银行板块整体的疲软 拖累了高盛的股价 尽管近期高盛股价有所回升 但目前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很明显上文提到的诸多利好 并没有完全反映在当前的股价当中 也就是说 它的股价很可能被低估了 对于之前很多人担忧的 高盛的30亿美元的罚款 其实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突发新闻 而是困扰高盛投资者已久的一块心病 此次罚款出台 相当于一块石头落地 这也解释了 为何罚款消息一出 高盛股价不降反升 另外银行板块整体 近期也面临极大利好 一个是经济复苏的期望增加 带来的股市中资本的重新配置 大量资本正在从原来的疫情受益股 不断涌进 像银行股这样的传统行业 疫苗的顺利研发 更加速了这个资金转移的过程 不过打铁还需自身应 光有热钱还不够 银行板块自身也做好了恢复的准备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长期利率的增加 美联储负责的短期利率 在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 但是长期利率普遍认为 会随着经济复苏而逐步增加 而银行的利率 往往是根据美国的 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制定的 这也意味着银行板块 整体的收入预期会有所增加 其实除了上门分析的这些因素外 我之所以看好高盛 另一个对我而言 很重要的原因是 人的因素 金融行业的从业者都了解 高盛几乎是汇聚了 全球金融业中最顶尖的人才 我相信一群聪明人在一起 无论做什么 都是能够让人放心的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不一定具有参考价值 第二家咱们要介绍的公司为 Mastercard 股票代号MA Mastercard的业务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单纯的支付业务 我们还是按照上面分析 高盛的思路 先来看一下 疫情对于Mastercard的影响 与高盛不同 疫情对于Mastercard的负面影响 是实实在在的 很多Mastercard所依赖的行业 在这次疫情中都遭到重挫 其中就包括旅游 零售 娱乐等这些典型的疫情受害者 第三季度Mastercard的财报显示 Mastercard第三季度营收 同比下降14% 每股收益下跌26% 对于保持了多年 营收两位数增长的Mastercard来讲 这应该是个很沉重的打击了 在Mastercard所有的业务中 受影响最严重的为占其总营收 20%的跨境交易服务费 同比下降了36% 是此次Mastercard营收下降的主因 很显然 这是由于各国限制跨境旅行 和人员流动所导致的 要知道Mastercard的国际业务 一直是其最引以为豪的业务 几乎算是所有支付服务商中 做的最好的 也是近些年Mastercard股价 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 然而正是这个 让Mastercard最引以为豪的业务 却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最大 这也使得Mastercard成为几家 大的支付服务商中 股价最低迷的一个 那为什么美头君还如此看好 Mastercard这家公司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Mastercard的长期发展潜力 根据信用卡行业报告网站 Nielson的研究 信用卡和支付行业 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 依旧潜力巨大 Nielson预计 Mastercard未来五年的信用卡发行量 将会增长50% 从22亿张增长到33亿张 这要远高于竞争者Visa的 27%的增长率 而通过信用卡消费产生的交易额 预计在2028年能够达到 8539亿美元 年增长率13.2% 最重要的是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发展最快的地区不在北美 而是在亚太 中东和拉美等地区 而Mastercard在国际业务这一块 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其他支付厂商 疫情对于支付行业整体来讲 虽说短期内因为交易量的下降 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是长期来看 疫情也很大程度上 永久性地改变了 很多人的支付习惯 更多人选择 使用信用卡进行线上支付 即便是线下支付 信用卡也比现金交易 更加安全干净 更重要的是 这些改变并不会因为疫情的好转而消失 长期看好Mastercard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其极其宽广的护城河 支付行业是一门好生意 因为它不仅体量巨大 还具有天然的垄断性 你去看支付行业中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占据整个市场的 往往就是那么几家行业巨头 这是因为支付行业商的发展 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积累 不是随便一家公司就能够做到的 并且他们一旦进入支付领域 便会长期占领支付中端的两头 从而建立起来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消费网络 换句话说就是 支付行业公司的用户粘性极高 且具有很高的溢价能力 比如一个商家 如果选择不用Mastercard的业务 那么他也许就会因此 而损失掉很大一部分客户 因而商家往往不得不和Mastercard这样的支付业巨头建立合作 目前唯一有可能威胁到Mastercard支付业地位的 是当下的科技巨头们 比如Amazon Google Facebook和Apple 都在积极地布局支付行业 中国的腾讯和阿里巴巴也是强要力的竞争者 他们的方式是彻底颠覆 当前用信用卡主导的线上支付系统 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支付体系 可以说未来对于Mastercard来讲 最大的风险就是技术革命 不过在我看来 想要完全颠覆信用卡的支付地位 短期之内依旧很难实现 可以看到支付行业整体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而在支付行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际业务上面 Mastercard还占据着领先地位 可以说其未来的发展空间 相比其竞争对手存在优势 现在疫情短期的负面影响几乎可以确定将得到好转 而长期对于支付行业的促进作用 将会持续利好Mastercard的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 随着疫情的控制和各国的逐渐解封 全球的消费量很可能会迎来一波报复性的增长 尤其是旅游及跨境交易 届时Mastercard的服务营收也会有快速的提升 同时在行业内几家巨头中 Mastercard的股价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基于以上分析 我也认为Mastercard未来的股价的上升空间也会更大 今天要介绍的两家公司到这儿就基本分析完了 实话讲 在最开始做这种见股类视频的时候 我是很犹豫的 因为怕影响观众们的独立思考 不过后来做多了 我发现美头军的观众大部分还是十分理性的 我也从你们的思考中学到了很多 慢慢的抛下一切顾虑 专注于你们分享我的投资理念 变成了一件让我十分快乐的事情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 美头这个频道已经突破了十万订阅 非常感谢各位看官长期以来对美头军的支持 下一期视频 我将制作一期特别节目 咱们不聊股票 就唠唠家常 聊聊美头军自己和你们想听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也欢迎评论区给我留言 保不齐我就会在下一期视频中为你解答呢 如果你喜欢美头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